根据香港特区土地注册处的记录 花旗银行上个月出售了 位于香港中央商务区的一个营业场所 获得了3.2亿港元的利润 该商铺是会得峰大厦底层的A单元 由Shiny Profit Limited 以7.1亿港元从花旗手中收购 花旗银行香港占用该场所多年 于2004年12月以3.9亿港元 从一家名为Evo Technology的公司手中买价 花旗的一位女发言人周三表示 这项交易是基于我们全球房地产战略的一个商业决定 以推动资源分配的效率 出售的收益将被重新投资 支持以香港客户为主导的增长 这次出售后 花旗将对该储长期回租 以确保继续提供分行服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为香港的客户提供服 这次销售被看作是香港商务市场 经历了几年冲击后正在触体反弹 该市去年爆发的冠状病毒流行 将香港的游客人数降低到了几乎为零的程度 使黄金街区的租金和价格受到冲击 与该项交易的重量联行香港总裁Joseph Tsang说 这个市场价格表明 零售业正在逐渐触底和复苏 人们非常愿意为黄金地段支付一个好的价格 他说这笔交易的价格非常好 中原商业的零售总监Vicky Wong说 随着今年消费市场出现更多有利因素 如消费券和来港一计划的安排 零售和餐饮业的租赁信心增强 为了准备圣诞和新年业务 零售业的租赁旺季可能会提前出现 这可能有助于未来几个月的租赁形势保持强劲 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的数据 今年第二季度 主要街道的店铺租金 从2013年第一季度的峰值下缩了77.4% 根据美联国际的数据 2021年第三季度 香港整体购物区 特别是中环的空置店铺数量和空置率也同比下滑 但美联商社董事梁立民表示 在未来6个月 空置率将进一步下降 主要是餐饮业的租赁 与此同时 来方正在参与销售关塘居员大楼的一部分 指示性价格约为2亿港元 另外 高委环球周三表示 尽管交易量呈下降趋势 但预计第四季度的房价将稳步推进 有高达3%的上涨空间 现在订阅编辑实验室 与最值得信赖的商业信息保持同步